中國稅收可望超過預算數 4,500 億元 其中扣除應分配給地方政府的稅收 700 億元 中央稅收佔 3,800 億元 這 3,800 億元所提供的財政餘育 我們會朝三個方向來規劃使用 首先 除原本已經編的額度外 將額外以1,000 億元為度撥補勞保以及健保基金的財務缺口 並且同時 引助臺電資源進行電價補助 而我們為了因應經濟情勢的變局所提出來的第一波氣象方案 我們規劃也以1,000 億元為度來支應這些計畫初期的財務需求 第三 我們會預留一定的財源以備不時之需 並且在財政許可範圍之內 適時的來研議全民共享的可行方案 我知道 近來有人主張要皆大歡喜 將這筆錢平均分給每一個人 但在全球經濟高度不確定的此刻 作為負責任的政府 我們必須要位於籌謀 把寶貴的資源優先協助高風險的國人及產業 來維持國家因應危機的韌性 這個決定不容易 但為了國家 我們必須這樣做 我們也要請國人能夠理解並且支持 除了經濟跟產業面的挑戰 危險主義的持續擴張 也對印太區域的繁榮穩定投入了不安的變數 上週二 我提出了強化全民國防以及兵力結構的調整方案 正式希望 藉由全民國防體系的檢討與調整 以及強化義務一訓練的質疑量 提升我們自我防衛的能力 守護家園不僅是國軍的人物 也是每一位國民應該要共同承擔的責任 過去 這幾天 社會各界對於兵力調整的方案 有很多的討論和建議 我們會納入參考 使整個方案能夠更精進 我也要請大家繼續支持國軍 支持國防 為守護我們的家園和自由民主 我們共同努力 在這裡 我也要呼籲北京當局 台海的和平穩定 是區域內各方的共同責任 也是所有人的共同期待 從疫情到全球政經變局 兩岸正經歷許多同樣的挑戰 而戰爭從來都不是解決問題的選項 只有對話 合作 共同以促進區域的穩定發展為目標 才能夠讓更多人得到安全和幸福 我們看到近來 中國升溫的疫情狀況 只要有需要 基於人道關懷的立場 我們願意提供必要的協助 幫助更多人走出疫情 有個健康而平安的新年 近來 中國疫情持續升溫 許多國家都升高得相應的措施 防止疫情擴散 依照最新的情況和專家的指引 從今年開始到1月31日為止 我們也會啟動相關的防疫措施 來確保國人的健康 全球的疫情仍在變化 我們會緊盯 並且持續調整各項防疫措施 也請大家盡早前往接種次世代的疫苗 共同提升整體的免疫保護力 守護彼此的健康 今年 元旦的主題是 眾志成城 臺灣向前 新的一年 執政團隊的四項重要任務就是 照顧人民生活 維持經濟動能 守護國家安全 善盡區域責任 我們也要團結一心 集結眾人的力量 讓國家更進步 更繁榮 更平安 幸福 我要再一次祝福全體國人同胞 新年快樂 謝謝大家 謝謝蔡英文總統 那我們接下來進行媒體的提問 首先第一個 臺勢 俠平 好 剛剛呢 蔡總統在整個的談話當中 又特別提到了四大目標 來保障民眾的生活 希望能夠緊固經濟 同時他也呼籲了北京 維持臺海和平 是兩岸之間 或者是世界上 大家都很關注的 那另外呢 他特別提到了一句話 蔡總統說 戰爭從來不是選項 這是剛剛蔡總統特別 針對這個兩岸問題 所提到的 那現場呢 是進行了記者提問的環節 我要再來解釋一下 中央可以運用的是3800億的稅收 我們是從三個面向來做四部曲來規劃 第一部曲呢 我們要用1000億來額外 來撥補我們勞保和健保基金的財務缺口 同時增加我們電價的補貼 那一方面呢 能夠減輕勞保財務的壓力 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從源頭來評議物價 這也是還稅於民的方式之一 那第二部曲呢 我們用1000億啟動第一波的 加強韌性經濟方案的七項措施 一方面 減輕我們人民在衣食住行上的生活壓力 那麼另一方面也協助迫切需要被幫助的傳統產業 農漁業 還有觀光業 那第三部曲就像我剛剛所說的 今年的全球經濟局勢比大家預期的還要嚴峻 而且不確定性非常高 所以剩下來的1800億 也許會有第二波第三波的因應措施 我們還是要審時度是以被不施之需 那第四部曲才是 如果我們行有餘力的時候 我們才會在財政許可的範圍之內 適時的言語 跟我們全民共享的這個可行方案 那至於昨天的會議呢 並沒有聚集討論發放消販券 或者是發放現金 也沒有聚集討論私程 都是要視整體的經濟局勢 我們在做討論 就像我說的 錢要花在刀骨上 民視配方 總統新年快樂 民視參選快樂提問 我們想要請教 因為送走了2022年 在過去這一年當中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事情 讓總統覺得最難忘 那民進黨九合一 敗選是其中之一嗎 因為上個禮拜 民進黨中央公布了檢討報告 那當中就有人提到說 裡頭沒有提到總統的因素 那您自己有覺得說過去一年 有忽略到跟人民的溝通嗎 謝謝 最難忘的事情 我相信還是疫情 那有關於這個選後的檢討 我想進來的檢討 不論是黨務或者是政務 老實講都跟我有關 那我也負起責任 那就黨務的部分 我已經辭去了黨主席 那麼在政務上 我們也做了檢討 接下來就是透過一項 有一項的施政跟調整 來作為回應 那2023年要做的事情 我剛才都報告了 每一項我們都要全力來完成 好 那個三立任伯 總統好 三立新聞記者 尤任伯提問 想跟總統請教 是習近平在昨天的這個 新年賀詞的談話上面說 海峽兩岸一家親 忠心希望兩岸的同胞 可以相向而行攜手並進 那他並沒有提到像是過去 會提到的祖國統一這個部分 那總統怎麼看 那在這新的一年多的任期裡面 總統怎麼看這個兩岸關係的一個 新的挑戰 謝謝 我們有注意到 習近平主席在昨天講話 那我也注意到 他是用一個比較和緩的方式來表達 但是我要提醒 台灣周邊的解放軍的軍事活動 並無助於兩岸的關係 也無助於區域的和平穩定 那至於我們在疫後 我們在2023年 那我們共同的課題是什麼呢 我覺得 疫後兩岸人民 恢復健康而有序的交流 那麼還有在全球經濟動能減緩的情勢底下 我們也都必須要各自應對各種經濟的情勢的變化 那麼在這個同時我們也有共同的義務 要來維持台海跟區域的和平穩定 那麼這些都是兩岸必須共同面對的責任 因為等一下總統跟副總統還要到場廳去發放春聯跟紅包袋 那我們最後兩題好不好 來TVBS做的 總統好TVBS自己做的提論 想跟你請教說針對這個內閣改組的問題 那昨天的國運前是指說 如果內閣這個不換的話整串可能會 另外小日園也有提到說 為了蘇奎的話 沒有辦法表現出民進黨的反省 還有就是也有傳出說 是不是陳時中